委員好 主委好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課與認證考試的部分 因為94年開辦 95年通過率是94% 到102年只剩47% 103年你們的報告 推估初級通過率可能只剩下43%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這個部分有關數字所呈現的 意義或問題在哪裡 這個部分我想就教一下主委的想法 好的 我們曾經分析過這個原因 那我歸答在下列幾點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102年開始 將這個紙筆測驗的方式 改成數位化 那數位能力或者用電腦的經驗 可能會影響到一個考試的表現 那另外是可以使用流利度 跟年齡是有相關的 那近年報考率的年齡層是逐漸下降的 那學同報考的人數也增加 那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改成數位化 提前的改變 作答跟螢幕呈現的試題的方式 那麼也改變了影響考試表現 第四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考試 是標準參透測驗 那試題的難易度也會影響到表現 那可能另外一個原因 可能是我們客語能力的水準 也是普遍下降也可能是一個原因 好 那就是以上 那我想請問一下 所以目前大概累積多少人 已經通過所謂的客語認證的部分 就是總客語客家人數可能420萬人 那這420萬人裡面 到底有多少人去參與這個客語認證的部分 那也到底大概累積多少 總共累積多少的人 已經通過這樣的認證 目前通過這個認證的人數 他們各級的一個累積人數 初級的是3萬6 初級的是3萬6 然後呢 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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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的部分 請我們再一次 對啊 主委 你做這個客語認證 是客家委員會非常重要的一環 你連初級只知道3萬6 接下來高級的部分 你可能都不清楚這個部分 大概每一年是有3000多人 三四千人考試通過吧 就是它的通過率大概 對 那但是到底 因為是初級 中級 高級 那到底這些階級等 有多少人是通過客語認證的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客家人 還是有怎麼樣佔的比例 或者是其他的 那整個比例上 我還是希望就是主委這邊 能夠去做統整好不好 因為這就是你剛剛所說 譬如說 根據預算中心的統計 你剛剛說 我們現在客語認證考試的人數 是越來越少 那你剛剛也提到 報考人數的年齡層越來越低 所以你剛剛說第一個問題在 可能已經電腦化了 所以這個部分考出來 成績不如預期 但是我所看到的資料是 報考的人數 其實都是集中在20歲左右 那這個部分應該就推翻 你剛剛所說 因為這個電腦化的部分 我想中級中高級可能是20歲以上比較多 學童部分 但是現在 現在在小學裡面 其實都應該要上電腦課程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理由 好不好 因為大家對電腦這個東西 在中小學的這個教育上 已經變得很普及了 所以到底什麼問題造成 包括連初級的人數都這麼的低 這個部分我希望你能夠去做檢討 到底是客與扎根的工作出現問題 還是問題到底出現在哪裡 是學校的教育上 還是什麼樣的因素 我希望客委會能夠去全盤的一個了解 好不好 是的 好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客家委員會針對協助客家產業 有興趣的青年做創業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主委應該了解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就是客委會未來要找回客家青年 因為你們最主要推動一個 找回客家青年這個方案 到底有什麼樣一個具體的做法 因為你們現在全客莊分 台三線海線中部六堆東部五大區域 那整個培訓過程三個月 共計162個小時 全程也免費 那加上還有業師陪伴創業 及協助申請創業貸款 高達400萬元這個部分 到底主委我想請教你 如何要利用這麼好的一個產業的土壤 把你所謂的客家青年找回來 具體的政策做法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然後委員會如果說它的獨特性 跟它必須要承擔的主要任務 就是議員跟文化的部分 那另外產業的部分 必須如果要給它做大的話 必須要結合其他相關部會 一起來努力 不是可是你現在有推嘛 你們自己客家委員會有推一個 就是針對只要客家產業有興趣的青年可以創業嘛 這個青年就沒有局限在所謂只有客家人的部分嘛 是只要你對客家產業有興趣 就可以參與這樣子的活動嘛 我們那是有這個 就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政策嘛 那問題是 第一個你剛剛所說的 現在通過客語認證 初級的人數都遞檢 不要再說中高級了 那你到底怎麼樣如何可以申請 到底哪些人來申請 申請的具體作為 你的政策推動的績效在哪裡 我想了解這三塊 如果只要有這個 對客家產業有興趣的 有意願的 都可以來申請 所謂客家產業 包含哪些 如果說我今天是想去大湖 客家文化的 那大湖種草莓算不算 因為他也是在客裝地區啦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有這樣的方案 包括如何認定 什麼才叫做客家產業 客委會這邊自己都沒有認定清楚 那你這個東西怎麼推動 你還是一個人可以補助到四百萬 那我再請教你 如果到最後你全面輔導他 輔導完了 他忽然對這個產業創業沒有興趣了 那怎麼辦 你的應變措施是什麼 客委會都沒有 你如何認定 如何認定是客家產業 你也不知道 到底什麼樣的人來申請這樣的專案 你也很模糊 有客家產業認定的一個方式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應該全面的了解跟釐清 不然你 打著找回客家青年的具體做法 因為我剛剛也問你 你說只要對客家產業有興趣的 青年創業 然後呢 這是在找回客家青年 那到底你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他是特色農產品 還有食品 餐飲工藝品 生活用品 這些諸如此類的 食衣住行方面的 那都是會是我們這個 客家產業 對啊就像我剛剛問主委 我說大湖場面算不算 你還要猶豫一下 所以 這個認定上的一個問題 跟接下來就是你講到了 推廣上 如何去推廣這麼好的一個政策上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接下來就是有關我想請教 比如說根據客委會你們自己的委託研究 台灣符合客家基本法的定義是 百分比只有百分之十八 十八個percent 那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客家電視台的節目收視率大概是多少 因為這是客家電視台是一個最好的資源 像你這麼好的真正 你可以透過這一個平台去推廣啊 對 他的收視率目前是0.1 0.1 那跟一般投類型的節目相比 你認為主委你認為是高還是低 到底是這樣子你是滿不滿意 你是高還是低 我想客台最近幾年同仁們也相當的努力 那麼再提升這個節目上的一些品質 那另外呢就是他們這個如果說 客台是屬於客家人的電視台 那這樣會影響收視這樣的一個習慣行為 那你覺得這個收視你滿意嗎 還是你覺得還是有成長的空間 這個呢我們在跟客台做這方面的一個研究 那就主委你有沒有認為有沒有可以成長的空間 這是一個期待值的問題 還是連主委連期待值都沒有 因為這個我們呢跟客台是一個特殊的夥伴關係 他的一個整個他們的預算是我們 沒有錯但是我意思說像譬如說 譬如說要考客家認證的語言認證也好 或者是你剛剛推廣所謂客家文化的青年創業也好 他們都會配合對政策上的報導 對我只是說像這樣子的這些 你要如何去推動透過這個平台去推動 那如何提升這個平台的收視率 我覺得這裡是主委應該要去關心的 那因為現在是多元傳播的時代喔 所以還是要努力啦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客委會的粉絲專業 我大概看了一下 暗政的人數是5200個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是客委會自己經營的還是委外經營 這個應該是我們 我們自己其中一個委外的經營是只有一個 我們有7個專業粉絲的Facebook 所以委外經營的只有一個 哪一個 有兩個粉絲專業是自己經營其他都委外 全部都委外 一年經費是多少 平均一個專業委外多少錢 是這樣的 我們如果說自己的經費去經營的話 那是24萬 那其他呢 就是一個網頁 一個粉絲業 一個粉絲業經營一年預算24萬 只有一個其他的粉絲專業是含在計畫裡面 計畫型的粉絲專業 OK 那所以我現在看到這個是委外 那他按讚的人數只有十幾個 那到底這樣子適不適合委外經營 還是委外經營的成效 主委你怎麼看 我想其中有一個 因為我看你們臉書最快可能就兩三天 都PO一個文章 可是文章的內容可能就是辦什麼樣的活動 實質上如何推動或一些政策上的 我都完全看不到 那你說5200個站 有可能也是殭屍的站啊 那真正點讚的越南的人數也只有十幾個 最多最多到達也只有一百多個 那到底是你委外的廠商有問題 還是他經營的方向有問題 還是今天是客委會的行銷有問題 我想我上個禮拜呢 也有請相關的主管 一起來探討這樣的一個問題 以後呢對於粉絲專業 是不是可以把他們做一個整體的一個整合 我覺得主委你為了要如何的落實 真的去落實推動一些政策 譬如說我剛剛提到有很多很好的政策 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認證 還有譬如說童話劑的部分 這些要如何跟地方去做一個區域的整合 去推動所謂不單單只是觀光 還有客家文化這個部分 我希望主委能夠多用點心 好的 謝謝 謝謝 請習志當委